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型催眠电幕 BB解说三个沙国战 这里是哪里呢 这里就是测试服 为什么要来测试服呢 因为我们online国战又要更新了 online国战更新一次真的是老大难问题 但这次确实又更新了 而且我认为可能影响会比较大 就是点威 你们一看这技能这不没变吗 那确实技能确实没变 但你们看一下左上角 威旁边的沟渝 没错 点威现在它变成了2.5沟渝 2.5阴阳渝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威国会出现大量的 嗜血 强力卖血 比如说群渝 比如说国家 比如说曹丕 还有巡忧 这都是非常恐怖一样的存在 那么 卫国会出现这些武将之后呢 这些组织之后呢 那么肯定大家又会去蹭卫车 会不会这个卫车的趋势又会有所提升呢 大家也可以讨论热议一下 其实线下的话 可能是夏侯渝 曹仁是会加成2.5沟渝 可能会好那么一些 点威他其实本身也挺强的 他这个强命能破很多不好破防的武将 然后搭配合上那些四血 强力卖血的 应该是很不错啊 大家可以去这个测试服去体验一下 看看到底这个感觉如何啊 反正我感觉这个卫车的趋势有可能会有上升啊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想法呢 你可以打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啊 目前呢 咱们能看到 online国战更新就是件好事啊 说明还是没有放铁啊 在还是有更新 虽然更新的确实慢啊 毕竟国战的他这个东西少啊 赚钱也少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啊 其他的目前还没有什么 可能就一些特效什么的会 或者出牌画面什么的会更新 这个倒应该对大家的影响不大 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啊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